有三件事想跟大家分享,给大家看一幅图 这位是法援署处长,邝保昌 这位是立法会议员,郭佩帆 有什么事发生呢? 上周五,4月23日,立法会、财委会的会议上,郭佩帆议员怒军法律援助署的署长 提出很多问题,问到署长,邝保昌口疼疼 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说,法援署,2019-2020年度的开支 是大了什么?11.3亿 相比,五年前是升了一倍 那么多支出是什么原因呢? 郭佩帆议员就质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署长知不知道 现在法律援助是有漏洞 什么时候才去修改?什么漏洞呢? 就是说,申请法援的人竟然可以指定用某一个律师 这就等于我去公立医院,我要指定用大医生 我不用普通的医生 或者是我去乘搭公共汽车 或者我去叫车,或者叫车 我要指定乘搭公共汽车 你不要整个日本车给我 不过是政府出钱,记住 行不行呢? 好了,乱批发援 输了官司 都是政府埋伴 好像刚刚爆眼里事件 他输了还费,但是都是政府赔 自己埋伴给自己 人家有612的人道支援基金 为什么还要批发援? 反修例事件当中 他们不是说囚了很多亿的 有钱的,要来打官司的 为什么政府还要批发援 给这个爆眼里呢? 为什么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官司 比如爆眼里这个案子 只是想向上诉 就是要求警方 就给这个 手令的副本 那个手令是去看他的医疗报告 这个副本 他就去申诉 又批发援了 还要批资深大律师 还要大律师公会主席 夏博尔 为什么要批呢? 为什么要批资深大律师呢? 还有,为什么批来批去 都是那些律师呢? 有没有限制一个律师 每一年可以接多少单法援案件呢? 问到 处长呢 就口咬咬 不时要转身 问附近的同事拿资料 处长就说 他们有机制的了 他们会有 资产审查 会有看着 每个个案去审查 每个律师最多一年可以接二十宗 二十宗民事 二十五宗的刑事 那 郭贝凡就说 哇 接来接去多那几家律师行 接来接去多那几家律师 一年可以接二十五宗刑事案 这么夸张 一个资深大律师 随时收起码几十万一宗 如果 接一个最终的二十五宗 二十五宗 就当你五十万一宗 多少钱一年 一千二百五十万 是吧 五十万一宗 二十五宗一年可以接 一千二百十万一个律师 那你有多少钱可以给这一班律师用呢 因为来来去去都是那一班人 有些人是没有公开的 永远都拿不到生意的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很明显的漏洞就在这 什么漏洞呢 就是说 亂禁批发援 还有可以指定用 那些律师可以变相 有机会 慫恿 涉嫌犯事的人去 濫用发援 去申请发援 申请了之后 指定用我就可以了 是吧 我想说一件事 整件事里面来说 重点就是 官方来说 他们没有违规 没有违规是很重要的 是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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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整个 香港的官场文化 如果没有违规的话 你追究到去哪里 都不能够成立的 所以就看看 市长说他们有没有违规 违规是一件事 但是 哪个把关是一件事 是不是 你没有违规 你说你有审查 你有私散审查 或者案件审查 有複雜度 很明显 一个简单的案件 你都批私心律师 就已经有大问题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要修改 好 讲第二个题目 讲第二个题目 讲什么呢 就是说 郭泰 郭泰再推自动离职计划 去年不是接了港聋吗 炒了八千多人 又来 不是吧 为什么呢 我解释给大家听 去年 郭泰六月的时候 宣布 启动390亿港元的资本重组计划 包括接受香港特区政府 入股和贷款 过度贷款 一共是273亿港元 同时 就是 炒了八千五百人 以及 将港聋关闭 我给大家一些数字 其实 去年 年初以来 郭泰每个月是虚25至30亿港元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年是虚 随时 什么都不做 随时是虚300多亿 哪有这么多钱虚 他现在的重组方案 都是借了 二百多亿 二百七十几亿 另外 又有些人入股 整个方案都是390亿 即是说 其实理论上 如果他这样一个月虚二十几三十亿 这些方案都是顶到一年松跌 所以你要明白了 去年六月做了 今年六月又要再做 是吧 为什么呢 看看数字 2019年 赚16亿 做一千亿生意 2020年 生意只剩四百多亿 营业额 是虚了218亿 做四百多亿 虚了二百多亿 多严重 如果不是 货运顶着 客运只剩下多少 客运只剩下10% 都不够 现在 想着今年可以复苏 现在 香港做到第四波疫情 印度第二波 现在正是封了 印度不用此以来 什么时候才开关 你不要忘记 航空公司最麻烦是什么 我不开机 我机队也在 我不可以把飞机卖了 我机队 我的飞机还要泊 就在 泊在这里 泊在这里 泊位也要钱 維修也要钱 是不是 还有 你的飞机在这里 你要做折扣 折扣 折扣 还有 之前做了石油对冲合约 一路继续 一路继续 不能剪掉 石油对冲了 最少我还是在输钱 你唯一可以做就是剪人工 因为剪人 就可以快些 譬如去年剪了八千多人 假设 八千多人 我当你每个人平均四万元 个月 平均 你机市不止 机市十几万个月 随时都 八千五成四万 每个月 省回3.4亿 一年是40亿 剪了八千多人 一年都只是省了40亿 但是去年市场200亿 政府注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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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注资和贷款 合成三百多亿个计划 一年更松 又要来过 所以 原因就是 今年六月 为什么又要再来 现在是自动离职计划 按年资 两至六个月的薪金不等 强积金就不会对冲 自动离职计划 现在四月推行之后 如果再不够 六月就再来炒人 这个就是现在 国泰 为什么又要再做事的原因 好 给多一点时间 我再说一段 就是说 这个 好消息 香港这个年轻人 去到清华大学读书 他叫做 王 黄尔洛 王尔洛 王尔洛就在移仗队里 参加了 成为第一个香港人 成为清华大学国旗移仗队的队员 我们也为他高兴我们的股长 我们下期再见 并别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